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车言论那这一期呢是我的轮圈系列讲解视频的第三集了那想看前面两集的第一集是关于锻造轮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第二集呢是关于两种不同的锻造轮圈它的优缺点对你选购轮圈那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想回看上两期的视频呢 记得关注我们大家车言论的官方号然后呢在官方号里面呢各大平台里面可以搜到我之前做过的这两期视频那这一期的视频呢我们来聊聊轮圈第三集了要讲到这个轻量化轮圈究竟有什么效果那像我自己啊我自己这个轮圈呢一个轮圈比起原厂是轻了大概四点几公斤那四个轮圈下来四个轮子啊轻了合计是18公斤了好像很了不起是吧这个数据已经是流口水了 但是给我带来什么效果呢我们这一期就来聊聊啊杰克我的实际的实用体验来聊聊轻量化轮圈轻了究竟有什么效果轻量化轮圈的性价究竟高不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坊间有个说法啊叫做轮下一公斤轮上十公斤说的是呢比方说你的轮圈或者你的刹车系统能够减轻一公斤的话呢就相当于你的皇上的质量就是你的车身啊减轻十公斤了 哇听起来好像很了不起那像我这个四个轮圈轻了18公斤不就等于我的车轻了180公斤这个世界上有这等好事吗当然是没有的了因为呢这个说法呢只在某些特定的话题下面才成立啊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关于这个车身的动态方面的性能呢这个结论都是不成立的啊那一个轻量化的轮圈呢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让它的转动惯量变小了转动惯量变小了 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这台车起步的那一脚油呢更轻快了让这个车呢哎起步那一下哎比原来没有改轮圈的时候呢油门变轻了一点但是呢随着车速的上升那这个轻量化轮圈的效果呢就越来越不明显了因为到了你60公里再加速的时候呢其实你克服的更多的是这个车车重本身还有轻量化轮圈的效果就越来越不明显了因为到了你60公里再加速的时候呢其实你克服的更多的是这个车车重本身 空气阻力你轮圈起到的效果呢已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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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了所以呢改了轻量化轮圈呢可能第一脚油门出去改装电的时候会觉得哇好厉害但开一段时间就觉得也就那样的就是这个原因了好了那是不是就是说轮下一公斤轮上十公斤这个是骗人的呢也不是因为呢这个结论在某个场合下面是成立的那说的是这个底盘的滤震的动作因为呢你就这么想象一下就好了如果你的防下质量轻了 那就意味着这个车轮呢它其实它运动呢它会更有自己的主动性所以呢如果要经过一些路面的不平的时候呢你这个轮圈越轻或者甚至你加上这个刹车系统啊对吧这个摆地啊这些越轻呢其实它就会越主动的去贴服着这个路面来行驶而且呢这种贴服感呢会让整个底盘系统呢对于车身上半部分的干扰呢会越小的啊像我这样换了轮圈之后呢第一个明显的感觉呢就是啊在坑啊不平的路面上面 开呢整个车会更加的服贴更加的停顺甚至会更有高级感啊那这个呢是很多时候大家改完轻量化的轮圈呢都意想不到的一个意外收获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轮下一公斤轮上十公斤的最重要的体现的一个场合了所以呢轻量化轮圈呢对于这台车的车身动态的提升呢在加减速的情况下呢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对于底盘的这个动静呢轮圈越轻呢就越能够忠实的 让这个悬架呢按照它的正确的工作方式来工作所以为什么那些在追求极限的赛车像F1赛车啊GT赛车啊对吧还有耐力赛的赛车这些非常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轮圈呢都要用锻造轮圈甚至会不惜重本的使用美铝合金的锻造轮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想让这台车的操控或者说底盘的反应呢是能够更加的让车手可以掌控的 但是轻量化轮圈是不是真的就百利无一害呢肯定不可能啊我现身说法这个轻量化轮圈装上去之后我最接受不了的缺点啊除了花了钱之外啊这个不算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变炒了啊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啊到后来呢有一个底盘的工程师跟我说啊这个锻造轮圈不能意为求轻的一味求轻呢因为你轻了的话呢你像铝合金它的密度不变嘛对吧你一个轮圈如果越轻的话就意味着 你的铝合金的用量越少那这个条幅啊还有包括它的筒身啊本身呢就会越薄那这个地方越薄呢它的壳音的性能就越差那这个胎造呢就越容易从这个条幅的地方呢就导入到这个车轮架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车身本身呢再通过悬架系统啊怎么样车架啊这样子就传递到耳朵里面来了那最讨厌的是这种噪音呢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车身的降噪来去隔断的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车体来传播的就好像你自己讲话你就算再怎么堵着耳朵呢你都能够听得到声音因为这个声音呢是通过你的骨骼呢传到你的耳窝里面去的就是这种声音而且呢它用了这种高性能轮圈之后呢它的轮圈里面呢好像那种空腔共鸣呢是更加的严重了空腔共鸣是什么概念呢就好像你一直在开车呢你耳边就好像有两个大的那个海螺的壳啊就贴在你耳朵那边一直在哇 哇哇哇就一边开车一边就听着那个大海的声音而且这种大海的声音呢就算你换了一套静音的轮胎呢那个空腔的共鸣还是存在的那这一点对我来说呢就真的是有点恼人了好在我的女儿呢在这台车上面呢还是能够安稳的入睡那这样子呢我的良心还好过一点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我改车是为了我的女儿嘛好了那说过了这个轻量化轮圈的优点跟缺点之后呢最后再总结一下这个 轻量化轮圈究竟性价比高不高啊其实简单来说一个字就是不高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推荐大家换轻量化的轮圈呢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你刚好要换轮胎而且你换的那个轮胎呢跟原来的尺寸不一样啊原来尺寸呢已经支持不了你的这个新的轮胎了或者呢你想让这个轮圈呢看起来饱满一点不要这么内缩那你要换一个ET值小一点的轮圈让这个轮圈往外推一点 看起来更加饱满那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些很明确的需求的时候而不是仅仅为了让这个轮圈变轻的话那OK你可以去换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中了某款轮圈觉得那个轮圈呢特别特别适合你的这个车那以这种外形来打动你的话那也可以换因为毕竟呢其实换轮圈就是跟换衣服一样你换衣服对吧你还会考虑这件衣服对你这个人来说轻不轻吗不会吗 你就看中它的样式看中它设计嘛对吧那这种人也是可以去换这个轻量化的轮圈的那第三种呢其实就是像我这种啊就病态的就特别喜欢锻造这种金属成型的工艺所以呢我在选轮圈的时候完全不考虑性价比就是在锻造的轮圈里面选而且锻造轮圈呢因为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开始去接触改装嘛就特别特别喜欢那些经典款的改装的锻造轮圈所以那些改装轮圈推出的款式比较慢对我来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算瑞士只有一款T137这个轮圈我也会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呢像我这种啊相对来说比较硬核的或者是对于锻造轮圈有某种情节的不考虑性价比去上锻造轮圈的那就上吧毕竟呢锻造轮圈这个东西呢用了一定是一步到位的东西可能我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呢这个轮圈的性能完完全全是过剩的我可能将它性能百分之五十都发挥不了但是谁让锻造轮圈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是世界上金属成型工艺里面的顶尖产品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关于改装轮圈的性价比方面的话题了如果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除了点赞转发之外记得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所有的官方的账号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官方账号的推送呢看回我之前关于轮圈的一系列的视频而且如果你还看完这条视频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呢我接下来还会 推出其他关于轮圈方面的话题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就说说你们想知道轮圈的哪些方面或者就不极限于轮圈了就关于汽车的技术啊或者关于改装啊你们想看的话题想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些观点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多提意见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